陈小春带着儿子参加爸爸去哪 加斯珀小天使 属性缺分无数 在网友翻出他以前旧照 翻现曾是个胖嘟嘟的小伙子 超可爱 很多网友在爸爸去哪 第五季中被加斯珀春粉 陈小春在节目没有开播前 曾转发微博称 或不及气而比伤害小朋友 说不要吐槽 加斯珀长得不帅 说话不好笑 小朋友是最弱的 要妈就骂他 结果开播后 网友说 陈小春你不要骂加斯珀 这个四岁的孩子太暖心了 特别是那句 爸爸能不生气吗 其实你们都被陈小春的凶欺骗了 在陈小春先进成为女性奶爸的时候 参加节目天下无双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呢 他一脸幸福的对观众们说 他很奇怪 不像我又不像我太太 重点是我想介绍给大家听 他很帅 当主持人说世界上的父母 看自己的baby都是很可爱的 陈小春直接来了 就没有就是我的儿子 最可爱 每天晚上都跟他说 把耳朵打开打开 叫我爸爸爸爸爸爸 妈妈不好啊 妈妈没有爸爸好 看到如此可爱的小春哥 一边的主持人都笑倒了 不知道小春哥回头看以前的节目 说妈妈没有爸爸好 在和现在爸爸去哪儿中 自己对杰斯珀严厉的样子 以及杰斯珀依赖妈咪英才 多一点的时候 感到愧疚呢 نе igual 她说了 待会儿团了 等下室